观光传播局长刘亦霆与市议员李建昌 手拿高压水柱枪冲袭彩虹跑道 一下子污渍就被冲袭得干干净净 每年吸引十多万人次参加的台湾同志游行 将于10月29号盛大举办 而位在市府前广场的彩虹起跑线 是游行的起点与终点 因此观光传播局特别邀请工人作家林立青 与吴家者们组成的游戏设创 在游行前夕一同刷亮彩虹起跑线 象征刷去这两年的疫情阴霾 也刷亮彩虹活动 我想如同我们这一次跟游戏设创的创办人李老师 林立青老师所提的一样 除了我们是给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在社会上必须需要帮忙的朋友们 跟他们有个合作之外 目的我想在国境解封之后 逆经的900多天再次迎来国外观光客 那我们藉由今天在府前来清洗这样子的采用地景 我们迎接10月底的最大的一个同志的一个游行活动 那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都能够看到 台北市都已经做好准备来迎接这样子的国境开放 那洗地的一个活动虽然只是一个开始 但我们希望在未来的 不管是任何一个时间都能够来跟游戏设创作个合作 把台北市更多的地方做个清洗干净 让国人能够迎接在这个国境解封之后的国外的观光客的来临 我长期一直支持我们性评检 我们同志这个权力的这个运动 从我从政到现在二十几年 从大学到现在 我对这个运动的宗旨跟认同是从一而终的 所以我在担任这个市业员的角色上面 如果有审查提案或是审查议算的话 我是极力在市议会能够促成它 那今天我们台湾已经开始解封 而且外国的观光客会来到我们台北这个观光都会 所以我们今天来参与这个活动 我们希望在我们台北市所有的这个彩虹地景 都能够借由我们这个工部门跟这个民间的单位合作 能够把它洗刷干净 来迎接新一波的国际观光客的来临 我相信这个配合者十六二十九号 我们下午我们有想大游行 我们要让国际的友人知道 我们台湾台北是一个民主开放多元的一个社会 好我们当初就是去年疫情的时候 2021年嘛 那我们我的区 我家乡在万华区 那你就会发现大家都没工作了 没工作很怕啊 你也没招 那怎么办 那个时候想说要帮他们找工作 想到半天之后我做工的嘛 我就带他们做工开始洗什么红楼啦 剥皮楼啦 保占眼啦 洗着洗着 原本想说赔钱赔完就算了 就没赔钱还赚钱 那我就聊楼可以开公司 那你看这家公司 我每天在说快倒了快倒了 可是从一月开到十月还没倒啊 对嘛 我们左边洗了一个彩虹地景 右边洗了彩虹起跑线 观传局长刘怡婷表示 台湾同志游行是亚洲第二大同志游行活动 去年因疫情取消 如今迎接国境全面解封 台北市在十月也推出许多彩虹活动 包括首次推出英文导览专场的 彩虹观光巴士游城 以及彩虹自由行优惠组合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踴跃报名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欢迎订阅